大家好 我是阿斌 今天我们给空调安装一个托盘 就是这个 你们知道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吗 其实像这个农村用的比较少 城市里面用的比较多 它这个作用啊 也就是说安装在空调外积的底部 等于说接水用的 这边是个出水口 比如说像这个空调 只要我们空调吃热的过后 这个外积这个孔啊 就会产生冷凝水 水就会从这边滴下来 所以说如果像城市里面的话 像这个空调啊 只要炙热 它这个外积就会滴水下来 这样就会引起 楼下如果是在塞衣服的话 或者一楼有院子的话 水直接会滴到下面去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安装一下这个托盘 但是有的空调啊 这下面有孔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安装一个接头 然后再连接到个管子 塞到这个出水管里面 下水道里面 你看 正常的就这样 下面有个接头 然后这里接个水管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空调啊 你看 这下面好多孔 太多了 一个整接头啊 还不够 必须把所有的孔全堵上 有的下面烂掉了 坏掉了 别的地方也在滴水 所以说加个盘是最好的 我昨天看到我这个客户 为什么要安装这个托盘呢 因为它这边也有好几个孔 而且 有的地方缝隙变大 有的从边上露出来了啊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安装这种托盘 才可以完全把这个水接住 这个空调就在这里 等会这个盘啊 就转到这个底部 因为这个空调啊 老是滴水 你看 楼下有点晒衣服 只要空调一支热 外机就滴水 其实啊 只要空调支热 外机才会从那个孔里面滴水 空调制冷啊 会从那边有个下水管滴水滴过去的 等于说是从内机过来的 所以说制冷没有关系 但是制热就不行 外机就会产生 这个冷凝水 看到吧 这位一楼啊 老是在说 说这个天天滴水太麻烦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把这个画架给拆掉 不然的话这下面不好安装 先把这个滴水管给它接上去 不然的话到外面接就不好接了 再把这个四个孔装上铁丝同时进去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去安装 好了 可以了 下面这个盘啊 装好了 这边是一个绝水管 然后接到那个管道里面去了 这个管道有点难弄 因为这边比较低 那边有点高 稍微说那边 剪掉了一点 刚刚用水试了一下 也全部正常 比如说 这边产生冷凝水了 你们看 这个底部就滴水 滴到这个盘里面去了 然后通过这个管子就滴下去了 好 可以了 从旁边看就这样子的 搞定 收工 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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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